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在12月3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宝申 最近中国知名媒体人罗昌平被宣布免去财经杂志副主编职务 外界普遍猜测罗昌平的离任和他在新浪微博上实名举报原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南的事件有关 罗昌平离职引发外界担心这是否是中国政府展开新一轮整治微博行动的前兆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嘉宾为您解读 另外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20号宣布定于明年年初离任回国以便同家人团聚 两年多来 骆家辉现象不断在中国互联网被讨论直至成为舆论焦点 骆家辉究竟对中国社会 对中国公仆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呢 节目中我们将进行讨论 不过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 好 首先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天美国五大报的头条新闻 纽约时报 昨天发生在纽约的火车脱轨事故原因被证实为超速 这个火车在限速30英里的路段以82英里的时速行驶 美国全民健保网站正在快速复苏 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是 美国政府全民健保网站出现的错误将导致三分之一的客户暂时无法获得医疗保险 以色列人数不多的犹太活动人士正加紧夺取一处有争议的庙宇 引发了穆斯林世界的强烈反弹 今日美国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昨天驳回网络零售商亚马逊的案子 维持有关州政府应该向这类网络零售商征税的裁决 在对65个工业化国家的测试中 美国高中生的关键技能成绩仍然仅居中游 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是 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的银行数量下降到大萧条以来的最低点 另外 目前控制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民主党人 明年将面临失去优势的威胁 洛杉矶时报的头版新闻是 美国官员表示 由于现有供电网络相对脆弱 包括风能和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 将使得这个系统负荷过大 美国娱乐界 导念 影星 保罗 沃克 英年早逝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五大报的头条新闻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的详细内容 好的 关注一下美国副总统拜登的亚洲之行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东京进行会谈 开始对亚洲的访问之际 再度对中国最近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表示关注 拜登对朝日新闻说 华盛顿深切关注该地区的局势 美国的盟国日本宣称对该地区的几个岛屿拥有主权 拜登说 北京的这一举动凸显出中日两国有必要建立危机应对机制 以及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的信心 拜登星期二早上会见了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 他还将会晤安倍晋三首相 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之后 拜登将前往北京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呼吁中国当局放松对他的隔离做法 自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 刘霞一直在未受起诉的情况下 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 偶尔获准探视刘晓波 刘晓波被判11年徒刑 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星期二中国活动人士曾金燕向中国当局 转达了刘霞的三个要求 刘霞要求自由地看医生 读刘晓波的信 以及为维持生计而工作 据称刘霞的健康状况 由于刘晓波长期入狱和长期软禁而恶化 但曾金燕说刘霞拒绝寻求治疗 担心当局会以此为借口 把他送入精神病院 好的 把目光转向泰国 泰国反对派抗议者到达 位于曼谷的政府大厦门外 此前 安全部队曾阻止他们 并表示不希望发生对抗 星期二 抗议者们在政府大厦外面 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拦 泰国总理办公室和曼谷警察局 都设在政府大厦内 早些时候 警方撤去了 设置在政府大厦外的铁丝网路帐 几天来 警方与抗议者 发生了暴力冲突之后 这一举措被视为当局改变了策略 警方首脑说 警察不会使用催泪弹 并已经奉命按照政府有关 避免对抗的政策撤退 星期一 泰国总理英拉表示 不能接受抗议者的要求 拒绝辞职 他还拒绝把政府的权利 转交给一个不是选举产生的委员会 再来关注一下乌克兰的抗议活动 几千名乌克兰抗议者 星期一封锁了一些主要政府大楼的进口 试图促使亚努科维奇政府下台 原因是亚努科维奇拒绝与欧盟 签署一份自由贸易协议 数百名抗议者封锁了 在基福的政府内阁 及中央银行大楼的进口 一天前 十万多名抗议者 聚集在基福参加一次大型群众集会 今天的示威游行发生了暴力事件 有二百多人受伤 当时一些示威者企图闯进一座政府办公楼 之后警察动用了催泪弹和悬晕手榴弹 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星期一说 抗议活动失控出现了政变的所有迹象 乌克兰反对派领袖耶森尤克对记者们说 提前举行选举是结束这一僵持局面的唯一途径 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一说 乌克兰当局在基福针对抗议者使用暴力 是不可接受的 他说美国当然不会把和平示威看成是政变企图 一个反腐败的组织将索马里朝鲜和阿富汗 并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 总部是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 星期二发表了各国腐败指数年度报告 这份报告是根据在177个国家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撰写的 这份报告将零腐败国家的分数定为100 2013年索马里朝鲜和阿富汗仅得8分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是丹麦和新西兰 均为91分 其次是被评为89分的芬兰和瑞典 透明国际组织执行主任巴林顿说 最腐败的国家通常都是正现于冲突的国家 苏丹 南苏丹和利比亚都在最腐败国家之列 自2011年奋力以来 苏丹和南苏丹由于未能解决相关问题 而一直处于关系紧张状态 前利比亚杜塞者卡扎菲败赶下台之后 利比亚面对民兵暴力问题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稍后的节目中 我们将带您一起来关注原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 被免去副主编职务的事件 欢迎您锁定收看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11月28号 原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 被宣布免去这家杂志副主编的职务 调往一个虚设性机构 也就是财经研究院任职 业界普遍认为 罗昌平此次离任 和他在2012年12月 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南 并最终导致刘铁南落马的事件有关 罗昌平离职引发外界担心 这是否是中国政府展开新一轮 整治微博行动的前兆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 一位是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张先生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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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位是前媒体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网名为北风的温云超先生 温先生在纽约通过skype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温先生您好 您好 张老师好 您好 您好 温先生我们看到罗昌平是以微博打铁著称 当然他以前也举报过其他的一些高官 但是以举报刘铁南 并导致刘铁南下马了作为著名 那您觉得他这次离任和他的这次和他的微博打铁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温先生 如果我们说找不到其他的他被离职的理由的话 微博打铁毫无疑问是最符合逻辑和想象的一个他被解职的理由 如果结合最近大半年的整个形式来看 我们认定他是因为微博打铁而被解职而被调职 这个判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也有人说他是参加了最近 就是到德国去领取这个透明国际的一个奖 而且在那个上面发表了一个感言 所以呢惹怒了中国政府 您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因为他到欧洲去领这个奖 其实是跟他微博打铁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 那当然这整个事情应该算是一个完整的事件 而不是一个独立再把它分成几个枝节 所以在我看来包括他领奖包括他演讲 应该跟他微博打铁这几个事情 应该是整个是畅在一起的 好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 这个罗昌平先生呢 刚才我们的那个谁 欣欣也介绍了 是他微博打铁著称的 可是他本身是一个很知名的媒体人 他也曾经担任过中国好几个媒体的资深的编辑 或者是资深的记者等等 那么他在他的这个获奖感言当中 他2012年年底打破了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的界限 在微博上来实名举报刘铁男 您认为这是不是从另一个侧面 说明了现在中国媒体自由 已经非常这个陷入了一个压制非常严的这么一个状态 使得记者们根本就无法在他们的媒体上 发表一些正当的保护公民利益的这么一些文章呢 我想是有这个情况 比如其实刘铁男作为我的一个朋友 他一直是比较低调的 当然在一些关键时刻 比如说这个 他这个在举报刘铁男之前 我也曾经跟他见过面 但是呢 他就希望我们的聚会不要这个 不要上网 就是罗长平他一直是这么一个比较低调的人 但是也有时候他很高调 比如说像马三家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事件被披露出来的时候 他就在微博上 他非常高调的 而且希望大家都去转这个马三家的这些黑幕 所以我想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职业操守的人 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现在好像中国的言论环境不是很好 我们今天刚刚看到这个央视的一位 这个著名的制片人 也因为这个他在微博上的言论而被迫这个离职 所以我想现在目前的这种气氛 可能是一个是可能高层有这个博弈 另外呢 这个作为利益集团来讲 他们也不希望民间在反腐的问题上多插嘴 甚至我想这个可能财经杂志作为一个和这个中纪委领导人有非常密切关系的这么一个杂志 他们做出这样的安排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考虑的 可能是一个是要保护刘铁南 一个也是要保护他们自己 保护罗昌平 一个也是要保护他们自己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我倒不认为这个一定是这个财经本身对罗昌平施加了压力 而可能是财经杂志本身感到了压力 我是这么看 张先生我昨天打通了罗昌平先生的电话 但是呢他拒绝接受采访 我想知道一下就是您刚才说您跟罗昌平是朋友 他有没有告诉您在离职之后 他有没有告诉您他离职的真正原因呢 他或者他自己知道吗 我在他离职以后我没有跟他沟通过这件事 所以我我想他也没有 他一直也是很低调 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披露 那张先生我们看到在18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当天 也就是11月18号那一天呢 包括您在内还有像中国一些宪政学者 比如说张铭 张千帆 还有企业家王英等等呢 这些自由派人士他们的微博都被封了 我不知道昨天我试图去看看 你们的微博都开了没有 但是没有找到 我不知道您你们的这些微博开了没有 另外有人有分析人士说呢 这是中国政府通过封杀自由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交网站呢 社交媒体的这种账号呢 来营造所需要的这个舆论环境 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想它这个可能是一个一个一盘很大的棋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应该和这个就是今年我们大家比较 大家在谈的这个89讲话以及各种文件的下达有关 那么当然在这个七条底线出来以后 大家也已经感受到一些压力 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个七条底线 他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底线 就是宪法所规定的这个保障公民自由的这个宪法第35条 所以我认为我当时也说我愿意在这个七条底线之上说话 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没有任何的违规 但是他们还是关闭了我所有的这个博客和微博 所以我想就是这就造成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他自己立的规矩被他们自己破坏了 他并没有按照他们所立的规矩来办事 更没有按照宪法保障的这个言论自由来办事 所以这个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这个不是我个人的损失 这个实际上对于这个体制来讲 他没有任何的这个 任何的这个建设性可言 好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 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 温先生 罗昌平他在透明国际这个颁奖的改言当中 他提到他说互联网的产生是科技创新 尤其当微博微信渗透到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极大的改变了社会 数以亿计的个体成了公民记者 使得信息突破了时空限制 处在持续的动态发展中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互联网的发展 尤其是和微博微信的发展 是处于当局想不断地加以控制 民众不断地挣脱束缚的这么一个斗争当中 您现在怎么评论 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微信 在中国老百姓获取政治信息 在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 反腐畅联当中发挥的作用呢 我们观察微博和微信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们信息的发布和传播的效率 它其实是快以官方的审查效率 另外一个就是微信和微博 他们都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公共平台 这个其实对于当局来讲 当然是一个非常让他们恐惧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专制或者说叫集权 他们的统治基础或者统治法宝之一 就是谎原 当你信息的传播速度快以它的审查控制的效率的时候 那民众就很有可能知道真相 知道真相就会要求权力 要求权力可能就会催生运动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以前在胡锦涛的时代 他们就想互联网为我所用 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 他们就想互联网就是一个战场 这就是一场斗争 所以在他们看来 他们深刻认识到互联网 特别是最新的一些产品 微信微博 它在本质上是解构专制政权的 它跟专制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我想这场战还会打下去 但是问题在意就是 以现在当局的能力 它最多只能够延缓这个整个进程 也就是说它只能把互联网 让它没那么活跃 例如把张老师这样的大V 或者说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在微博上定点清除掉 让他们这些人不能够形成一个枢纽 但是在宏观上 它其实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进程 所以他们采取的策略就叫做控制 而不是没有能力 去把整个互联网夺过去 刚才您谈到那个所谓网络的大V 这么一种现象 我们知道中国当局最近对众多的大V 采取了现在限制他们的这种发表 发表他们的意见 或者参与讨论这么一种权利 您认为在多大的程度上 这种现象会严肃 所谓您刚才谈到的公众参与 国家事件这么一个进程呢 它收效如何 起码我们从目前来看 当局它是两手策略 一方面像张老师 像张明老师这些 不愿意跟当局采取深度合作的 他们就直接的进行封杀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昨天的一个新闻就是说 国信办和新浪合作 由新浪出面请一些听话的大V 去国家博物馆参观 这个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收买 或者说一个 就是让这些人服气 这么一个行动 这点来讲 我想对当局的策略很清楚 它如果采取这种高压 它持续的这种打压 对于它来讲 在短期内反而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例如如果在一年前 如果他们删一个像张老师这样的账号 可能微博上会有很大的反应 但是你看最近它删了一连串的账号之后 微博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反应 这个也就是说 这种只要它把这种压力持续 其实是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它要的效果 但是长期呢 我想过去15年来 中国互联网它有一个很鲜明的 一个看得到的一个背离的趋势 就是说当局对互联网的打压的去压力和力度 其实是不断加大 但是呢 互联网上的公民的意识和权力 以及言论的空间 也在不断的增加 这个也就是说 其实这种背离的趋势 并不随着当局制造这种恐惧改变 例如我们说2008年 因为淋巴宪章数以千地的人喝茶 2011年有数以百地的互联网的活跃人士 被无故拘押或者失踪 但是你看很短的一个时间 整个生态又会恢复起来 我一直就是说 互联网上的人和信息 它就像流动的水 当局的油 他们没有可能把这些水吸干或者蒸发掉 当整个压力稍微一缓 他们这些东西 这些信息 这些人又会凝聚在一起 这个也就是说 当局它有没有能力 持续做这种打压 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 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这种 他们需要靠运动式的打压 他们也需要动员 他们体制内的大量的人力物力 来做这种事情 并且民众的对抗恐惧的 这种心理的罚指 也会快速被抬高 另外还有当然有新的一些互联网的产品出现 例如微博打完了 大家就跑微信上去了 所以在我看来 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 三五个月 甚至最多就是一年半转 可能整个生态又会恢复起来 张立凡先生 我们看到 罗昌平在被调离职位的同一天 他是备受于2013年网易 中国英雄榜的新闻媒体奖 和什么艺能静等等 一起入选这个中国英雄 那您如何来看待中国官方和民间的这种反差呢 这就是完全不同的评价 就是实际上 我想可能官方他是不愿意民间出现这种反腐英雄的 他们认为他们靠这个比较古老的那种巡暗制度 也就是现在的所谓巡视员或者巡视组的制度等等 就可以自己在这个内部自行解决这些贪腐问题 所以他们并不希望就是通过微博或者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这个进行这个反腐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像这个上海法官嫖娼这个案件 由于这个检举人他使用了这些一些偷拍的装置 现在呢这个好像这个公安部门已经明令 就是在市场上这个禁售这一类的这个领部件和成品 就作为商品来讲这是违禁的吧 所以我想其实就是官方他很不愿意 把这个反腐的这种功能开放给民间 他们就想自查然后自己消化 所以我想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反腐观和官民之间 对于这种民间反腐的一种不同的评价 所以我想这点当然我认为罗昌平先生他做得非常好 所以这点我觉得他受到这个奖也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说这个他在他到德国去这个就是接受那个奖项的话 可能也确实引发了这个当局的不快 所以我想这几件事这个聚到一块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结果 谢谢 张立凡先生 我们看到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呢 在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间 新浪微博就以违规为由查处 或者封闭了十万多个微博的账号 那么其中有所谓的个人攻击啊 还有骚扰他人啊 发布不实信息啊 还有什么抄袭泄露隐私等等 都在这些个范围当中十万多个 那么您认为这种所谓运动式的打击 自由互联网或者微信微博的发展的这种行为 能够持续的下去吗 我想他造成这么一种就是人人恐惧 然后万马其音这种级念 是在一时可能是会奏效的 但是从长远来讲 其实这样做是这个对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好处 一个是大家不说话了 那么可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能就上街了 而且大家不发表意见了 将来出了事情可能你连谈判的对象 对话的对象都找不到 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这个 互联网本来是一个可以感受这种民间舆论的 这个脉动的这么一个情语表吧 但是呢这个一旦大家都不发表意见了以后 其实我觉得这个互联网作为搜集语情的功能也就削弱了 这点好像这个人民日报他们这个语情研究室可能也有这样的担忧 就是就所谓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敌情开始变得不明了 他们自己进入了一片鲁尾档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想这个也是比较可笑的一个事情 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眼睛给遮蔽起来了 温先生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之间呢 开展这个秋风行动 那目的他们说呢目的是为了打击非法杂志 非法刊物还有呢打击这个假的记者 那有人认为说这是中国政府呢 决定在意识方面加强控制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就有大概30秒的时间 他们是一堂集了 包括他们对微博的本数对国内的记者罗昌平或者刘虎他们的打压 然后不给外媒签证 现在打这种假记者 这是他们控制整个舆论的一个步骤之一 应该整体来看 这点我赞同张老师的判断 其实他是反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好的 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和文云超先生 参加有关罗昌平被免职事件的话题的讨论 稍后回来呢 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 罗家辉为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启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我们下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20号宣布 定于明年初离任回国以便同家人团聚 两年多前洛家辉带着家人来华旅行时 身背双肩包自推行李 在中国社会引起的强烈的反响 两年多来洛家辉被中国网民称为 清廉 节俭 亲民的种种行为 最终演变成洛家辉现象 不断在中国互联网被讨论 直至成为舆论的焦点 洛家辉究竟对中国社会 对中国公仆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为什么他一上任就成为中国网民 用来关照中国官员的参照物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 仍然是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 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温云超先生 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 在谈洛家辉现象的其他层面之前 我想首先谈论洛家辉任期处理的 两个重大的事件 一个就是王立军前重庆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王立军 跑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要求政治避难 以及中国著名的盲人维权律师 陈光诚 成功地逃离中国 这么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您个人认为张立凡 您对不起 洛家辉在这两个事件的处理当中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您如何评价 他的这两次行为的这种处理办法 我想这个我们也都这个比较这个近距离的观察这个事件 我发现这个洛先生在这个王立军事件上的处理 这个很有智慧 我想这个当然这个智慧可能也是这个作为美国政府的一个一项重要决策 就是王立军这个烫手的山域进了这个中国领事馆这件事 其实呢 这个如果真的把它留在领事馆 确实就会成为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个麻烦 但是呢 这个洛大使在他的任内 他把这个烫手的山域丢到了这个中国方面 然后引发了中国政坛的一次非常强烈的地震 这个我想可能从 无论从外交手腕上来讲 还是从这个 两国之间关系的一种策略上来讲 这件事情处理的是比较高明的 那么陈光诚事件的处理呢 陈光诚事件因为这个其实它主要是一个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事情 所以呢 大家对于陈光诚本人的同情 这个在这个在互联网上有普遍的这种反应 而这个对对陈光诚的迫害 大家觉得迫害这样一个盲人是不能被允许的 所以当这个陈光诚先生逃到了 离奇的 比较神奇的逃到了这个美国使馆 并且受到披护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松了一口气 当然后来又发生了一个知觉 就是陈先生受到某种压力而被迫离开使馆 以及最终在这个洛大使的这个安排下离开中国 这两件事就是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太复杂的过程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陆大使处理的很有人性 第一他尊重了这个陈光诚自己的选择 而且他不止一次的尊重 所以我觉得从 同时呢 他也跟中国政府达成了一种妥协 而且呢 确实就是陈光诚留在国内 确实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麻烦 所以洛大使他比较技巧的把这个陈先生 这个搬到了美国 这样呢 中国政府也去了一块心病 对于两国来讲 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好 文昭先生谈谈您的想法 我基本上不认为 这两件事情上洛大使能够扮演 多重要的决策性的作用 因为基本上我们了解国际政治 我们就应该能够明白这个事情应该是直接是奥巴马总统 那至少应该是家里国务卿那个曾经所做的决定 那洛家辉先生他可能在这两件事情当中最多就扮演一个信息传递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并且我们不要忘了如果我们回顾当年陈光诚离开中国的时候 其实大使馆是不断暗示他离开使馆的 其实在这里头我们如果要对整个事情 包括洛家辉先生在这个事情当中的角色做出判断的话 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细节 未必能有现在我们就像张先生刚才对洛先生的评价量那么高 我们可能很多网友或者很多朋友对洛先生在其他方面都有很高的评价 或者很好的印象 但未必见得他在这两件事情当中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也未必见得他就扮演了很好的角色 或许洛家辉大使可以写一本自传 写一本回忆录 回历一下他在北京在这两年 尤其是处理这两个世界上他所起到的这种作用 做出判决局时的提供正确的信息 帮助美国当局做出正确的这种处理的方式 我们拭目以待 张立鹏先生我们看到和历任的美国驻华大使相比 洛家辉不管是到任还是离任 都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因为他是华人 就是说一个华人 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实现了所谓的美国梦 然后我们中国人现在每天都在说中国梦 那么这个就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就是美国梦是怎么样的 中国梦是怎么样的 美国的官员是怎么样的 中国的官员是怎么样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人 所以我想呢 同为这个黄皮肤的这个阎皇子孙吧 大家就会引发很多的联想 同时呢 拿这个这样一位这个美国的官员和中国的官员不断的做比较 这样的话就是我想可能 作为洛先生来讲 他是以身作则 作为这个中国当局来讲 可能他让人觉得很难堪 这是我的观感 温先生您觉得洛家辉这些表现是有亲民的成分呢 还是说是发自内心的呢 还是像有一些中国媒体所称的 他是在作秀呢 首先我认为洛家辉先生他只是正常旅行 他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官员 特别是外交官所承担的角色 例如其中一些形象方面的一些安排或者考虑 毫无疑问也是美国外交 或者美国直接针对民众外交的这么一个组成的部分 当然洛家辉先生他本身有一张华人的脸孔 他本身表情笑脸比前任可能要更多 这点有助于他在展示这些形象方面的作用 当然毫无疑问在我看来毕竟是因为中美的官员 在形象方面的反差会那么强烈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也会对洛家辉产生一个心理上的投势 所以在我看来应该说洛家辉恰如其分 或者说很好扮演了他的大使的角色 当然中国政府也没有放过摩黑他的机会 张立凡先生 我们知道这个洛家辉大使在中国这两年的实际上 他目睹了中国政坛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政坛权力的移交 另外一个就是民众反腐反弹的这种呼声不断增高 我记得当时中国就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比较高涨的知识分子或者媒体人就要求说 你美国观念这么清廉 为什么不公布洛家辉的他的个人的财产 那么北京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就在2012年的5月 应北京日报的要求公布了洛家辉大使的他的这个个人的财产 这个官方微博表示洛家辉拥有资产23笔 总值235万到812万美元之间 是在美国联邦政府官员中名列第六的富翁 那么大使馆还表示根据外交官工资规定 年薪17.97万美元 他的孩子每人每年可以有3万美元左右的教育补贴 那么美国官方如此详细 而且真实的公布了一个美国政府官员的他的个人财产情况 对中国起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当然这个心理震撼比较大了 这个我们大家就会联想这个中国的官员 他们到底有多少财产 而这个一个所谓在美国这个美国政府官员中 这个名列前茅的富翁 他也不过就是那么点财产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对于那个中国公众的这种心理冲击非常之大 而对于那个中国的这些贪腐的官员来讲 也会觉得非常的难堪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觉得这个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政府还是没有就这个公开这个官员的财产 往前哪怕走一小步 所以我想这些事情都会 将来都会被历史记载 而且可能骆大使自己也会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述这些事情 谢谢 温先生我们看到骆家辉在华在任的这两年期间 他展示了一系列的亲民的行动 比如说他走入这个街头小巷的餐馆去吃饭 然后他在2011年在参加一个上海一个皮克斯动画展的时候 和一个小女孩他是单膝跪下来和这个小女孩进行了十几分钟的交谈 那有中国媒体称说骆家辉夸大了美国谦逊的软实力 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温先生 例如我刚才所说 美国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观外交的主导 所以他的外交官当然要扮演这方面的角色 这个其实在其他的外交官身上 例如他们去四川吃东西 那个包括前副总统拜登 是吧 去吃饺子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在我看来 这个对中国民众当然看在眼里会心里头很难受 因为会产生对比和参照 但是在我看来 美国政府官员这些行为对中国当局来讲 特别是中国的官员来讲 其实是他们是完全不会在乎死猪不会开水烫 有一些环球时报之类的媒体出来攻击一下 他可能也是他们自己的这么一个决定 所以刚才我也不认为他公开财产 他们主动公开洛家会的财产 会对中国的官员造成什么样的刺激 也不一定会对中国的公开财产带来什么影响 因为现在的中国这么一个执政者 他们主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傲慢 权力的傲慢 他们根本就不会在乎外界怎么做 也不会在乎外界这些反应 反而这个会进一步加大中国民众的心理落差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在我个人看来 如果美国政府要继续走民间外交这么一个路线的话 不妨多做点这样的事情 那么刚才您谈到温先生 您谈了环球时报的一些评论 我这正好看到环球时报上发表了 善人评的一个评论文章 说别了洛家辉 昔日争议已成插曲 这个文章说 在软实力美强我弱的现实情况下 中美的一些细节差别 以及中国的具体问题 又是多么容易被政治化 由于全球化和互联网几乎很难分清这一切 有多少是中国网上舆论的自发行为 有多少是美国方面的引导或精心配合 请您能不能就这一段评论做一番解读 在我看来这是当然是两者皆有 就像我刚才所说 这种展示美国政府和官员的形象 当然是美国外交的最基本的要求 当然中国民间有这样的一个情绪 也会抓住洛家辉的任何一个细节的表现 民间给他过高的战役 或者说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投射 所以这个方面我倒是觉得环球时报 在这篇文章基本上分析在这两个现象当中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有那么回事的 但问题在于你如何自省 你如何自己反省 别人可以抓住一切的机会来展示 他的美好和他的价值观 应该受到推崇的地方 那你中国政府官员一天到晚在做什么 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自省 或者看看自己在干什么 其实在这一点上 他们永远都是一个巴掌去打别人 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自省自己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 这也是一个权力的傲慢了 张立凡先生 我们看到洛教会先生在在华就任的两年期间 多次展现出他节俭的一面 比如说他去海南参加博鳌分会的时候 他住不进会议方指定的五星宾馆 他说这个五星级宾馆太贵了 他住到了便宜一点的宾馆里面去 另外他还被网友看到 他买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自己排队 对排队还要用优惠券 那您觉得洛教会展现的这些节俭的行为 刺痛了谁的神经呢 主要当然是中国老百姓感到很受刺激 因为他们一直目睹中国官员的这种奢华和傲慢 所以我想但是这些东西可能对于高层来讲 还是有刺激的 比如说常说这个洛教会有三大罪状 一个是在美国大使馆检测空气 那么现在看这个高层现在确实要来 就是打算想把这个北京的空气做得改善 还有就是说刚才谈到的这种平民化的 这个节俭的作风 以及他这种展示美国的这种普世价值的行为 其实呢对于中国一些个改革的细节来讲 他还是有推动的 所以我想即便多数官员可能是这种权力的傲慢 但是作为洛家辉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 在中国展示这种普世价值观的话 也不可能完全不触动高层 谢谢 那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中国版的洛家辉呢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文化 这是中国的官场文化 对不起我们听不到您了 温云超先生 那么洛家辉大使虽然离任了 但是他在中国所积累的这些丰富的对中国政坛的了解 对中国整个社会民情经济发展 将来会是美国对华政策当中一笔相当丰富的资产 您对洛家辉大使今后在美中关系方面 可以发挥的作用有哪些想法呢 我们看到洛家辉先生他在中国的期间 他其实是用套用中国官场 一句话就是说真实深入民间 不仅到北京到广东 还到西藏还到新疆 我想他对中国的民情民意应该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想双方一方面要避免误会 另一方面也要有些措施应该能够直接落到实处 例如洛家辉先生直接参与了像陈光诚先生的事件 他对中国政府对人权方面的迫害 我想他就应该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 那如果他回到美国继续从事政治的话 我想他在美国对中国在人权议题方面的看法 可能就会跟以前不一样 但也在我想象当中希望 就是说不会再按照现在的奥巴马总统那样 过分的注重经济方面的政策而服势了人权领域的一些应该所表示应有的姿态和力度 所以在这点来讲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美国政府官员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权这些方面的状况 也能把这些了解到的知识 在处理以后的美中关系当中来 好的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关于洛家辉离任的话题就讨论到这里 再次感谢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 温云超先生参加了今天的节目讨论 稍后我们还有美式民主栏目 请您锁定收看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 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4年礼品挂历 展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文与自然景观 索取挂历请发电邮到 chineseatboanews.com 请在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 并在邮件中写明您的姓名 国家 通讯地址和邮编 由于数量有限 欢迎尽快来行索取 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 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欢迎回到VU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为您播出美式民主栏目 我们要带您 领列一下荧幕上的美国南北战争 今年夏天 美国历史文化中的重头戏 便是格迪斯堡战役150周年 作为南北战争的转折点 美国人对这场大战缅怀至今 好莱坞导演麦克斯维尔 堪称内战专业户 下面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 麦克斯维尔镜头中的烽火硝烟 命运将他们带入战争 战争使他们成为生死之交 勇气将他们塑造成真正的英雄 今年夏天是格迪斯堡战役150周年纪念 今天正好是这场大战开始的纪念日 150年过去了 那场决定了美国历史的惨烈的战役 仍然营绕在美国人的记忆中 熬战三昼夜 死伤五万人 彻底扭转南北方战局 南方开始由胜转败 这场兄弟细于强的战争 给美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集体记忆 这是我们美国人之间的战争 没有外国军队入侵 战争就发生在我们中间 就像你在格里斯堡中看到的 战争发生在朋友 好朋友中间 1863年夏天 美国南北方之间的战争 正处于拉锯之中 考虑到北方的人力物力 超过南方数倍 南军的主将罗伯特·李将军 决定越过南北分界线 将战火烧到首都 华盛顿以北的宾夕法尼亚 以此逼合林肯总统 使南方获得独立 一场大规模的阵地战 就在宾夕法尼亚的小镇 格里斯堡发生了 1993年 著名的导演和制片人 麦克斯·维尔 在经过十年的努力之后 将获得了普利策奖的小说 《杀手天使搬上荧幕》 改名为《格里斯堡》 这部电影就在当年的战场上拍摄 数万群众演员 都是从经常参加 战争重演场面的历史爱好者当中 挑选出来的 而出资拍片的CNN创始人 泰德·特纳也在里面客串了一个角色 这部历史场面宏大的电影 与当年的乱世家人一样 成为好莱坞 在线内战的经典剧片 《格里斯堡》不仅真实地重现了当年的战况 而且向观众们展示了双方将士的信念 以及将领之间超越战争的友谊 影片一推出就轰动了美国 里面的一些台词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句 迈克斯维尔再接再立 于2003年完成《格里斯堡》的前传 众神与将军 重点刻画南方将领托马斯·杰克逊的卓越战绩 杰克逊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名奇才 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 他还只是弗吉尼亚军校的一名37岁的教官 在第一场大战役中 他冒着炮火硝烟 稳稳地骑在战马上 令南军士气大震 也得了个十强的绰号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他开拓了新的战略战术 包括游击战与战壕防守战 成为让对手丧胆的长胜将军 在1863年5月的一次战役中 杰克逊被自己的军队误伤 数日之后去世 众神与将军延续了 格迪斯堡的普通人视角和历史动作片风格 但远没有那么成功 十年磨一剑 麦克斯维尔在2013年 又推出一部内战题材的电影 南北之商 这一次整个风格改变了 辉红震撼的战争场面 化作一缕温情 携带着内战硝烟 飘入美国一个普通家庭 我的前两部电影也有人物之间的温情描述 但可能这些被宏大的战争场面 成千上万士兵的基站掩盖了 在南北之商一片里 虽然我仍然希望有大场面的全景镜头 比如19世纪的美国 广阔的天空 辽阔的平原 但整个影片避免的打斗场面 冲突在台面下举行 整个影片充满温情 而前两部影片只是有一些温情场景 南北之商 改编自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 1862年秋天 美国纽约州有一名叫阿波内尔·比奇的农民 比奇以养牛为生 内心固执 信念坚定 由于坚决反对南北战争 他甚至不惜与自己的邻居及政府决裂 在影片中 阿波内尔并没有重伤过其他人 他只是反对战争 即使是这样温和的反对意见 他仍然被排挤 要面对周围人的压力 在影片中 他的遭遇从糟糕到更加糟糕 战争让比奇一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麦克斯维尔一边讲述 这令人垂泪的故事 一边不忘体现美国的民主精神 美国有一种文化被大多数人接受 那就是反对意见是件好事 美国容忍所有的人的反对意见 因为我们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 主人公阿波内尔比奇的故事中 体现的就是美国宪法和权力法案的精神 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这些 这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 是美国远离混乱和无秩序状态的标志 也是国家强大的法则 最终 影片的潜台词提示我们 阿波内尔和美国历史上 所有像他一样的人 都受到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从战争史诗到温情故事 麦克斯维尔几乎成了专拍美国内战的 专业护导演 他对这段历史情有独钟 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新踏足那些历史遗迹 重新造访那些灵源 对美国人而言 这是祖先待过的地方 是我们的直系血亲 我自己的祖先就曾经参加过南北战争 那是我们的曾祖辈 讲起内战遗迹 麦克斯维尔津津津乐道 我想只要我们在美国 美国人对这段历史总是很着迷的 有很多原因 这场战争就发生在我们的后院 比如我们现在身处维基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 这个镇子内战的时候 被联邦军队占领 罗伯特李将军的房子被占了 他还被迫搬了出去 李将军最终的命运是向北方折剑投降 但美国人从未因此看低他 战争让河山分裂 令百姓痛苦 却磨砺了英雄的信念与意志 彰显出人性的高贵与伟大 不以成败论英雄 或许 美国内战影片中 那壮观的历史场面 和浓郁的人情味 才是最令观众着迷的地方 好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带您关注 美国副总统拜登的亚洲之行 欢迎您收看 希望我们的节目 又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别忘了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吴欣欣 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生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